百年历史的日式洋房点上温馨的暖黄光 号称花莲最美餐厅的黑金通 抵不过灾后重重危机要跟大家说再见 消息一出震惊网友 老板在脸书感慨写下 0403地震让他紧张到干呕 近一个月无法营业 还迎来十年来最不像暑假的暑假 这里行间都透露着营运惨况 这间老宅餐厅就在倒塌的天王型大楼隔壁 当时尽管被封锁生意瞬间归零 还是暖心利用电子看板 替救难人员以及花莲加油打气 指示灾后花莲观光进展 每况愈下 黑金通撑不住歇业 老板还曾冒出想转移阵地的念头 最后还是决定留守家乡 休息一阵子再重新出发 6月交通部观光署推出一系列旅速补助 平假日每人每房最高补助1000元 台铁也推出台湾PASS方案 花莲限定两人成型一人免费 农业部则是发放250元的农粉币 自由行的做部分就是 现在大概有5万7千房的申请 那大概是将近5000万的预算 团体的部分的话 大概花莲团大概有50团 有1300多位民众去花莲旅游 我们其实会是那个执行程叫滚动来检讨 可能就是还需要一些时间啦 在后重建还没完成恢复 近期又遇上午后强降雨 多处发生土石流瘫痪交通 花莲自来水取水处缩婆当西 水源受影响变得浑浊 高达2万户被迫降压供水 甚至停水 自来水公司竟基设了22处临时供水站 花莲人勇敢面对困难 不愿放弃这片土地耐心等待游客再回来 TBS新闻高志同蔡兴宇花莲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